联合军委屈结束 俄罗斯平战军将北约闹得鸡飞狗跳 这是勇 而俄罗斯的谋将北约撕开一刀裂缝 近期美国在波罗的海和黑海 平反进行针对性演习 明白着是在俄罗斯家门口秀肌肉 虽然海军是俄罗斯的短板 但战斗民族也并非吃素的 不仅给予适当军事威慑 其反击策略更是高明 将北约撕开一刀口子 在黑海举行的海上威风2019演习过程中 一艘美军驱逐舰闯入克里米亚近海 当时俄罗斯出动搭载实弹的卡尔7直升机 直接从该军舰上空掠过 这一举动相当危险 商有误判将会导致双方交货 美国也经常在波罗的海挑衅 该海域对俄罗斯有极高的战略意义 也成为了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敏感区域 波罗的海行动2019 集结了18个北约成员国 出动50艘各型战舰 40架军机以及8500多名士兵 美国人称军演目的 并非为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 但北约发言人则映射了克里米亚事务 引起俄方的愤怒 更有意思的是 演习结束后 英国的三艘万灯舰船 依旧停留在该海域照存在感 随后俄海军的巡洋舰 驱逐舰 巡航导弹和潜艇都出现在丹麦海峡 大有围堵之势 同时两架图160 也在波罗的海上空持续巡航7小时 令北约各国大惊 芬兰 丹麦 瑞典等国 紧急出动战机进行半飞进士 据芬兰媒体报道称 在苏35S战机护航下 俄罗斯图160轰炸机 A50预警机 飞越芬兰湾和波罗的海北部上空 同时俄罗斯发布了巡航视频 并称这是例行公式 整个过程是合法合理的 可以看出北约抱团时看似铁板一块 分散后根本不堪一击 在俄罗斯门口耀武扬威时 就应该考虑到后果 虽然俄罗斯不会真的贸然动手 但也着实让这些国家吓一跳 近几年的美国优先政策 让北约各国开始产生缝隙 德国 法国 土耳其 也和美国之间关系岌岌可危 俄罗斯有勇也有谋 利用油气管道工程和S400导弹系统 就让德国 土耳其与美国产生隔阂 在北约拉开一道大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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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约拉开一道大口子